到刑事局听取茶气毒品成效 卸任倒数一个多月 陈内阁不松懈 政府施政成绩总体检 根据近新闻最新民调 有过半的民众满意蔡政府表现 不满意的近四成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模仿 还有社会福利 以及在国序的声望上 也都有很好的成果 行政团队并没有 任何的休息的时间 我们会努力打拼到最后一天 蔡英文的要卸任的 支持度还这么高 这比较压抑了 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看看交叉分析 尽管民进党支持者 给予蔡政府91.5%的超高评价 但蓝营有77%不满意 民众党有68.1% 认为政府表现不好 谢谢民调对于立法院的指证 对于立法院的期待 都可以透过民调 给予我们各个党团 更正面的鞭策 同时新国会轰轰烈烈 民众怎么看三党表现 满意度民进党 以39.5%拿下最高 最不被满意的 则是民众党48% 我想这个是部分宣制 那共云党团 大概还是要努力的是 怎么样把我们有做的事情 让社会大众知道 对比扁政府及马政府 卸任前满意度 皆落在两成多 蔡政府的数字 让朝野眼睛为之一亮 而未来国会成了主战场 立文们不分党派 全都得绷紧神经 继续的联帘